Lio聊世紀 天天多更新 大家好 我是Lio 今天來看斯拉夫對上哥德 這張地圖是競技場 競技場一開始有大量的木頭 還有圍牆 有點像黑森林 中間有很多空地還有黃金 所以爭奪中間的礦產資源 算是一個重點 好 稍微來講一下文明的吧 斯拉夫文明比較算是 為步兵跟工程器的文明 但是它的這個寶兵 貴族鐵騎是一個騎兵單位 擁有全遊戲裡面 近戰防禦最高的一個騎兵 那有人說條盾呢 條盾不是也很高嗎 但是其實條盾的那個防禦力 騎兵來說 是沒有像貴族鐵騎這麼硬的 貴族鐵騎只要升到精銳之後 基本防禦就是有8了 那到了這個板甲 不是板甲 這個鐵鎧甲 這個馬甲到3級之後 進防可以到11 哇 十一的防禦力 你就想一個騎兵 沒有升攻擊力的狀況 像是十攻 那打這個貴族鐵騎 只有一滴而已 所以這個貴族鐵騎 是相當難產的一個單位 好 那再來講斯拉夫 斯拉夫的話 農田也有加成 這個農田的話 採集效率是蠻高的 有這個15% 欸 10% 現在改成10% 10%的一個農田加速 所以他在農一些 需要肉的單位喔 例如步兵啊 還有貴族鐵騎之類的 都算是一個不錯的 一個加成 那 他除此之外 再來 斯拉夫還有一個比較特別的東西 是 他的這個 工程器喔 減免是比較便宜一點的 所以他這個 用工程器喔 打快攻也是OK的 嗯 再來就是 他的 他的 銀罐喔 這個羅斯 堡壘 堡壘 對 只要研發這個之後呢 這個 有一部分的石料 就蓋城堡 的那個石料 有一部分可以用木材 去做一個 抵銷 所以蓋城堡的這個成本喔 石料成本就會很低喔 所以有一些 斯拉夫玩家喔 也會打這個 怪魯鐵騎加寶 推的一個打法 那這個打法的話 比較 算是需要前騎狗柱喔 因為也是需要大量的資源 才可以打得起這一招戰術 好 那來講 哥德 好 哥德的話呢 是打獵有加成 他這個打獵的話 是對野豬傷害比較高 然後這個 裝載這個野豬肉 好 印象中也是蠻高的喔 好像多15的樣子喔 好像多15的樣子喔 那他打野豬OK 但是其實這個能力 我覺得是在 黑森林來說 會比較更適合一點喔 因為黑森林的野豬 是很多的 那 攜帶肉量更多一點喔 去外面打野阿 或是打那個 草原 平原這種地圖阿 會更適合 哥德這種玩法 哥德這個能力喔 其實在這種地圖來說 會比較強勢一點 好 那 再來講 他的帝王時代喔 可以有這個多死人口 那 哥德本身 這個步兵喔 有六五折的一個折扣 那 打到後期喔 這個步兵只要爆死大量喔 敵人也是很難守得住的 尤其是出這個三射步兵喔 對手也是 被打到頭破血流 好 看一下 這邊你看 射個兩巴喔 就死了 這個傷害真是蠻高的 好 那 我們這邊先加速一下吧 那 順帶一提喔 這個 哥德的這個均勻加速 有團隊加成 提升20%加速 所以 這哥德的爆兵 是來說 是蠻快的 那再加上他的 金罐喔 警噴 這可以再加100% 所以 如果你點完警噴之後 你的均勻的 加速 是120% 所以 為什麼 哥德的這個多死人口 會特化哥德的就是原因喔 只要你有足夠好的經濟 那你就可以爆出 無限量的一個兵喔 也不知道無限的 就是一直 你的人口運用的都是滿在 210人口 不會繼續往下掉喔 如果經濟逗逗有一隻按兵的話 所以這樣子的話 對手很難經濟起這種消耗戰 好 那 來看一下兩邊 兩邊都上到了城堡時代 好我們從城堡時代開始看 城堡時代 在競技場最重要的一個 支援爭奪點喔 是這個遺跡 那遺跡爭奪到的話 到這個中後期喔 會有明顯的差距出來 呃 基本上 你就算打輸喔 至少也要減一個 甚至兩個 如果你 四個都給對手 或三個 或五個都給對手 基本上很難翻盤 除非你的文明 是有完美抗扯到對手的一個狀況 好 那斯拉夫這邊 斯恩里已經走得出來喔 看來是要繼續 要來做強行爭奪的概念 但是哥德沒有出刺猴喔 哥德不出刺猴 只出青騎兵 欸 只出長槍兵的話 會有問題啊 直接 遭強盜 但是還是被砍死了一隻老頭啊 那為什麼要出青騎兵的原因 是因為這個青騎兵喔 打這個生羽的傷害是很高的 有外傷害在的 好 那這邊 哥德看到這個情況不妙 直接先收掉了 把這個生羽先拉回家喔 並遠被這個 招想到這個青騎兵給砍殺 那這邊要往前啦 看來這邊 哥德 穩扎穩打 慢慢撿一擊 欸 這邊想要 戳這個長槍兵 就是長槍兵被這個生羽喔 被招了一下 節制低調了 好 那生羽的長槍兵也在慢慢往前途徑 這邊有一隻 青騎兵能收掉嗎 哇 差一刀啊 因為只要生到青騎兵之後 生羽只要兩刀就可以砍死了 所以這個青騎兵到城堡時代三級是蠻重要的 好 那看起來哥德這邊出現一點小食物喔 這邊二級伐木沒有點 但是要付這邊兩個科技都點了 因為這二級伐木 一到城堡是一次必點的科技喔 那不知道為什麼他這裡沒有點 然後也沒有升級這個重裝長槍兵的升級 雖然我覺得沒必要升級重裝喔 哼 因為這個 生下去喔 這個資源消耗量也是蠻兇的 還不如多安點村民喔 還有這個農田 去把這個TEC運轉起來比較實際一點 好 那這邊哥德感覺還不錯喔 這個兩個遺跡都拿到了 反倒是出青騎兵的這邊的斯拉夫 只拿到了兩個遺跡喔 目前是2比2的一個戰績 兩邊都是二遺跡 然後呢 中間這個赤猴被砍掉 欸 但常用兵沒有戳到 拔不到拔不到 最後一個遺跡在這裡呢 看起來哥德 拿下最後一個遺跡喔 我們這邊稍微加速一下 欸 這邊不是要打吧 哇 這邊很硬要嗎 這麼硬要的嗎 哇 真的是硬砍欸 直接 哇 輕騎兵送光 長槍兵戳爛 好 剩下一隻殘血的僧侶走回家 把一機幹走 看起來斯拉夫後面拼命一搏 還是沒有主子 好 這個哥德 把最後一機搶回家 然後 這邊哥德說 耶 那我看不清楚他們講什麼 看起來不是英文 好 那 哇靠 這邊斯拉夫 遭翔 生侶有夠多的喔 那生侶量其實蠻多的耶 那順帶一提 斯拉夫其實也是半個一個生侶國 那為什麼說是半個喔 是因為他以前的能力 是比較偏向於就是裝甲類的 我記得他以前贏一貫 可以增加這個防禦力嘛 生侶的 嗯 那 好像是叫什麼 東正教科技吧 但現在已經改成螺絲堡了 好 那這邊 潛壓一個工程系製造所 哎 結果這邊生侶被戳死了 好 那這邊已經看到工程系製造所 哥德應該心裡有敵了 那 除此之外 斯拉夫的生侶 基本上是科技全開的 除了這個 異端血塑 不能研發之外 其他的生侶的能力 都是可以 生好生滿 所以算是一個不錯的譜證 但這個生侶科技全滿的一個狀況 其實對高手來說 比較有影響 對我們這種一般玩家 生侶科技有沒有滿 真的不是一個重點啊 因為我們 一般玩家 要控這個生侶是有點困難在的 好 那這邊 斯拉夫 刀了非常多的長槍兵 把對手 哥德的長槍兵 全部刀了過來 看來要來守之城門啊 那這邊再蓋這個衝車的話 這個長槍兵也能上車喔 好 哇靠 斯拉夫你前期 蓋這個工程系製造所 還可以領先對手 升這個帝王時代 好 那 哥德這邊看到情況不妙 馬上補下了自己的城堡 在家裡 這邊TC的位置 拿來 骨子對手的進攻 那這邊衝車 造的時間比較晚了 因為這邊要趕快去升這個 帝王時代喔 黃金可能有點補太上來 好 城堡一毫 這邊長槍兵可能往外跑了 欸 還好沒有彈道學 還是跑掉了 哇你看 這邊高手 連長槍兵都捨不得送喔 還會想要控一下 好 那這邊可能趕快圍起來 欸 如果 這個只圍一層房子 可能是有點危險 欸 這個修道院也算是蠻前面的喔 看一下把他趕快再補一個修道院在後面喔 把這個遺跡喔 慢慢往後搬喔 把這個遺跡可不可以搬走 但也要是 對方的衝撞呢 衝破這道防線才可以 好 那就來看看這邊要怎麼進攻吧 那看一下斯拉夫的家裡喔 目前是3TC營運 那農田的部分看起來是還可以的23片田 那可能要再補到30片 能夠40片田喔 才比較可以出這個步兵喔 跟那個斯拉夫貴族鐵器 好 那哥德這邊點下帝王時代了 那還點下一隻球車 再來阻止喔 這個衝撤進攻 喔那衝撤來到3台囉 其實衝撤來到5台的話 是可以蠻輕而易舉 收掉這個城堡的 好那斯拉夫這邊也升級這個步兵喔 裝甲步兵升級 靈甲也升級好了 後面再蓋均衍嗎 欸對這邊蓋均衍 因為這邊他可能覺得 喔哥德應該沒意外喔 是出了步兵喔 他自己只要出這個雙手劍兵喔 甚至劍有 就可以輕而易舉了 把這個哥德的3位喔 瞬間吃光 然後第4台衝撤也出來了 哇 整天真的是暗5台 然後那斯拉夫這邊還蠻陰險喔 可能去點這個救贖思想 欸 欸 他中服 沒研發喔 哈哈 欸 有嗎 有在引發 印刷技術 神拳跟啟示 嗯 怪怪的喔 這邊是一個增加加快遭翔速度喔 那一個是增加遭翔射程 然後另外一個是 欸 就是全部生女遭翔的話 只有一個 生女需要休息喔 但這個救贖思想沒有點 我覺得怪怪的 因為救贖思想可以 遭翔對方的工程器單位喔 對面頭車也會被遭翔掉 這個後面應該還會再補一下 嗯 好 那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斯拉夫其實也算是個生女國的原因 他大部分的生女科技都是可以研發的 那看一下他待會會不會再補一下這個 救贖思想的科技喔 嗯 結果這邊是優先點一下大衝車 還是他救贖思想已經研發好了 啊沒有 現在還在補研發 OKOK 那他剛剛確實是取消掉沒錯 好那大衝車這邊直接衝進來 哇這數量有點多喔 不止五台囉 算了我覺得五台就夠多了 好那這邊生女在等救贖思想好之後 就快來遭翔對方的頭子車 那頭子車對抗衝車效果是不錯的 那這邊生女喔 直接進到這個城堡範圍喔 直接被... 衝掉了 那大衝車研發好了 這邊擴散傷害 傷害太高了 直接把城堡跟修道員直接給頂掉了 好那這邊大量送你直接進場 這邊進場的話可以先招搶這邊投車 跟直接招搶掉生女 好那這邊開始防招搶 只要圈贏大隊生女直接招 然後再拉一體去招 然後就可以把所有的障礙從招走 好兩隻叫做護衛隊已經被針走了 那投車也被招光了 哇 投車也變史達夫了 這一波進攻史達夫一層是大獲全勝 那遺跡喔也被幹走了 那再直接把這個遺跡 修道員很蓋在前線 哇這個太偷了吧 為什麼不把這個遺跡搬回家裡呢 不是更加嗎 還是他覺得這一波就搞定對手了 看起來是真的快搞定了 好那這邊只用這個村民喔 直接開靠 但是長劍兵還沒有伸到雙手 雙手劍兵還沒研發好 這個護衛隊也砍到了蠻多村民的 第二波衝車過來了 五台衝車直接硬撞 但是後面還是有這裡在招翔 真女還在補 但是村民直接拿起拳套開扁了 拳套直接硬撞衝車 但是村民有長劍兵在開砍 這個城邦能守住嗎 但是火槍兵出來了 火槍兵一出來之後 應該是可以抵擋住 對方的一個 庫兵的一個攻擊喔 雙手劍兵還在輸出 但是遇到火槍 三發直接倒地 那這台衝車會活下來嗎 沒辦法 差點撞到這個輕衝 先進投資車 但是沒有撞到 看來這一波已經完全抵抗掉了 火槍兵一出來之後 這個中手劍兵就毫無用途施力了 那這邊喔 這個勝率喔 可能要趕快跑了 再不跑就沒機會了 欸怎麼往前 往前吃子彈阿 哈哈 直接想要硬招想喔 結果勝率全部送光了 哇這波斯拉夫算是血虧喔 哥德這邊算守得不錯 但是還是有影響到自己的經濟喔 村民宿掉的蠻快的 已經來到65村 哥德這個時間點喔 可能要慢慢進攻喔 然後再把自己的經濟補起來 TG可能再多開個在這裡喔 或是在這個位置喔 或是直接把TG蓋在外面喔 挖石頭也是可以的 呃 TG的話也可以蓋在這個位置 盡量蓋在礦場跟木頭支援中間 是對哥德來說發展會比較好一點的 然後那這邊 升級到了劍勇之後 斯拉夫要不要來升一下這個 欸 中型頭車 欸人在升欸 中型頭車 升到重頭的話 這個火箱兵的壓力會很大 因為你只要被 重型頭死車喔 砸到一發 就直接頭破血了 好 看來看一下這邊 能不能一出來就砸喔 這很關鍵喔 這一台頭車出來 欸這邊有意識到喔 閃兵一下 那閃兵的話 受打疊面積還是蠻大的 好但是火炮 雖然越來越多疊開閘 那修道院蓋好了 他們要來把這個生養 欸 砸一下 哎呀踢地板沒踢到 看起來要倒了 可惜了可惜了 好 那家裡補下更多的軍營 哥德爾看起來 這一波防守 做得還算不錯的 那斯拉庫遇到 對方出火槍變的狀況 有兩種選擇喔 一種就是出頭子車 另外一種就是出 奴炮 但是對方哥德爾 出這個火炮的話 可以有效 counter對手的一個工程器 例如頭子車啊 或者是這個奴炮 所以剛剛講這個方法 對斯拉庫來說 可能是要 另尋辦法 那更簡單的方式喔 就是出大量的戰馬喔 然後再加上這個 大肉馬喔 直接過來開砍 也是個選擇 畢竟他這野田 已經來到40片田了 出一些大肉馬也是ok的 然後那斯拉夫 火兵有點多了 但是有點停產的感覺 因為這個均勻喔 都被拆光光了 要在家裡再補下一點均勻 會比較好 好 哥德爾慢慢推了出來 村民術也慢慢補到了89隻 但又沒有抽挖 黃金喔 不知道哥德爾會不會發現 好 慢慢走了出來 下來看一下 好 這邊火炮沒有砸到 單位喔 被巧妙躲過了 欸 再打一發也沒打到 火槍兵繼續往前突進 哪裡的工程器 有在做這個鐘頭 還是要用鐘頭直接硬砸嗎 可能要適到這個 重頭更好一點 差不多是有重頭的 要沒有重頭 直接砸的話 可能有點虧喔 因為那個射存會少一點 工程器工程師 也是要趕快來點一下也比較好 可以增加一點射存 火炮反擊 TD版嗎 沒有 直接硬點 結果差點 TD版 這個是TD版 這邊很明顯喔 這個彈道 OK 這邊TD還不錯 直接Counter掉了一台頭車 好 那這邊沒有TD版 直接硬點 就會打不到了 如果是往前的話 然後這邊TD版 TD版 還是打到了 火炮數量欲多 TD版還是蠻容易 解決掉頭車的 喔 這邊結果是出大量的長槍兵 剛剛出的這個肉嘛 加頭車 跟那個步兵的組合 可能會有點困 唉唷 砸到啦 這一波 大量的劍勇 瞬間倒地 好 那來看一下這邊頭車 我們砸 哎呀 砸到一發啦 再來一發 唉唷 好險好險 趕快修 趕快修 頭車趕快修 好火炮過來 想要硬點 但修一下操作 修過頭過來是可以 唉唷 再往左修 兩邊都在修 兩邊都在修 這邊直接硬砸 火槍兵直接 開槍 哎呀砸到了 完蛋 你再不要撤退了 你沒有投射的話 不要走了 不然這個 劍勇喔 會吃太多火槍傷害 好 哇靠 斯拉夫還等下這個王者四重 王者四重 就會讓這個劍勇的傷害 會有擴散效果 砸到一發 完美 大量火槍倒地 再來繼續打 但火炮有點退太後面了 火槍太往前了 但是火炮直接來反 火炮砸到一些劍勇 傷害還蠻高的 哇這裡又砸到一些頭 長槍兵 哇很緊張很緊張 好 那這邊僧侶喔 想要來嘗試直接應召火槍兵 但是我覺得有點危險 哇這樣很快就送掉了 哇 僧侶一出來也是瞬間倒地 我覺得這個僧侶 有機會就是要去招槍火炮 就是招槍火槍兵喔 欸唷 差點被打死 還有一滴血能不能跑得掉呢 長槍兵直接過來硬戳戳掉 沒問題 哇這個戳戳的還蠻完美的 然後那右邊這邊 斯拉夫偷偷進來進攻喔 這邊有大量的劍勇慢慢戳得進來 那這裡還有頭車在弄 打一個雙線進攻 哇現在操作拉滿了 好那這邊頂下了三級的虎蜂爐 這個步兵傷害就會達到最高了 可以變成17攻的劍勇 然後還有擴散效果 這打大量的步兵呢 跟大量的一個單位聚在一起 其實非常好 好來看一下 王者思同的擴散傷害效果如何 哇這邊直接雖然被大量火箭開槍之後 還是打倒了蠻多的一個長槍兵喔 好那頭車來頂一下 欸欸欸沒打到 這邊要再繼續打到 哎呀被踢到地板了 看來這個組合喔 對斯拉夫來說還是有點困擾的 因為斯拉夫喔他是 比較尷尬的一個文明喔 他是沒有這個火槍並沒有火炮的 雖然他是工程器文明喔 但卻沒有這個火炮 稍微可惜 但他火炮又太強了 畢竟他這個僧侶 我的那個科技是招滿的 欸 招到火槍 哇招到 之後再給他火槍兵一發 這個火炮喔 還是用那個僧侶來招比較好一點 比較容易招響到 畢竟這個僧侶喔 跑出是比火炮還要快 好 右邊慢慢出一些火槍 開始來反制一下 右邊的進攻 那這邊直接一刀 一個 刀 直接擠到 砍死了火槍兵 但正面戰線看起來 對斯拉夫 並沒有太大有利的感覺喔 火槍兵 雖然對付兵效果很好 但是 有點煩阿 這個 森侶喔 在那邊的話 這個火炮 就真的很好 輸出 那如果火槍兵往前的話 又容易被這個頭車打到 所以火槍要去打 森侶 森侶要去來招火炮 但是 但是火槍就怕頭車喔 這是一個 互相克制的關係阿 好這邊嘗試 慢慢用招響的方式 把追守兵招響掉 好這邊又繼續招響 招響的火槍兵的數量 越多 頭車能不能直接找到一發大丸的呢 哇砸到了 再次也送掉了一台頭死車 頭死車 要不要再往前 再往前有點危險 唉 這邊沒有先去優先打巨頭 而是優先找火炮阿 看來他對火炮真的很細喔 好 直接用頭車砸掉 火炮也瞬間收掉了蠻多台 再砸一下 唉呀 這波砸得不錯阿 我的頭死車 操控很多 OK 森侶再招到一台火炮 OK 森侶果然還是用火炮來招響 就OK的 畢竟這個酸魚的科技都快滿了 好這邊打一下 唉呀 這TD版稍微誤判了一下 那這邊直接再硬招可以嗎 好這邊硬招硬招 哇這個沙夫這一波算是控兵的勝利喔 哥哥這邊控兵出了一點小問題啊 然後大量進入過來 呃 又打到一發了 哇第二發 好這邊還在招搶 招搶火炮嗎 還是要招搶 直接招火炮吧 無數我就直接招火炮 不會招火長兵了 哇火炮沒人招 這個射程路是人招火炮的話 該有多好 趕快跑趕快跑 沒生旅了 好這邊看起來 史達夫慢慢往回推了 上面的礦產資源都是由史達夫拿下 那外面的礦產資源 只有挖到一塊金喔 左邊這邊時候也在挖 但是金的方面 上面應該還有一塊金是 哥德了喔 但是已經被史達夫挖走了 所以哥德打到後面了 黃金上可能會有點缺乏 那史達夫這場確實也挖了超多金喔 那每一個單位出來都是黃金兵種 那給哥德壓力真的殘大了 好直接硬炸 哥德有點節節 敗退 這一波攻勢 王者四重 劍勇很強 又靠了過來 能不能打掉 欸呀差一點 火炮硬點 打掉 欸沒有打到 這里的祕賣喔 哥德只能用火炮慢慢處理對方單位 哇 偶爾特的數量越來越多了 但是 哥德這裡的單位喔 一直沒辦法拉滿喔 村民宿還是在83 村 這個人口數差距有點大 哇 經濟沒有暈暖起來 那經濟有點慘 TC沒有開太多 太專注在打架了 經濟有點撐不太起來 哇 哥德越來越殘 嗯 經濟沒有在補 還是斯拉夫喔 經濟補滿 單位也拉滿 大量頭直接硬炸 哇 瞬間 倒地 火槍連隊 正式走入力死 好 這里宛如哥德的精英部隊 已經被打掉第一波了 那怎麼辦呢 火炮又會被順利招 哇又被招到 很虧 欸 反擊一個火炮 欸呀 差點收掉 那看起來喔 目前這個哥德喔 應該是有點 有點走涼了 可能火炮喔 要先去打僧侶喔 先把僧侶解決掉 才能去解決這個佛斯克 哇 這怎麼躲 這怎麼躲啊 哈哈哈哈哈哈 齁齁槍倒光 是我就心態炸裂了 好 這邊 欸這邊打得不錯 再來一發 喔 撐一滴血 再踢一下 就搞定了吧 哎呀 踢錯地方了 好 那斯拉夫這邊也升到 重型頭子車 這個射程有久 非常遠的一個射程 那火箱面射程是很短的喔 並沒有那麼長 只有7而已 所以那邊頭子車 打火箱面效果是很好 好 怎麼會是工程器國家 大量的一個 工程器 開始往哥德爾家裡 慢慢突進 還是有火炮 火炮砸這個衝車 效果是很好的 欸這個頭車要被 摸掉了 哎呀可惜了 好火炮再繼續想要反擊 但火炮 要先打衝車還是要來打頭車呢 頭車 有點危險 這邊大量直接踢地板 啊會找到自己 啊危險 哇 哇這個看起來真的很猛喔 這個大量頭車 很有壓迫感 哎呦這一個火炮打得不錯 再來一發 哎呦又來一台 欸慢慢打回去咧 哇再一台 嗯完美 把火炮速度量一多起來 要來做操作還是可以的 再來一炮 嗚喔 nice 連斯拉夫 有點慢慢被打回去咯 但是哥德爾 依舊沒有 把自己的經濟補起來咯 依舊在 哇靠那個城堡 直接被踢掉 直接神絲650 石頭 灰爛 好 後面 心態沒有炸力咯 我們去補這個軍營 反正看這個資源咯 經濟補好的一個文明咯 我們來支援到五六千里是沒問題的 反正都是哥德爾這邊咯 村民沒有拉到這個150村咯 這很可惜 因為哥德爾市有210人口 寶貝 沒有把人頭拉到最滿就是個問題咯 你們要想這個人頭 就是經濟 你多死村民的優勢 這個經濟就會拉得更滿點 就是一個軍事單位 如果這樣子打的話 你就沒有把 沒有把這個哥德爾的 優勢打出來 哥德爾最大的優勢就是人口 跟便宜的步兵單位 呃 沒有把自己的經濟拉起來的話 就沒有辦法爆出這麼大量的單位 就有點像是把哥德爾玩得 有一點一知半解的感覺 好 直接砸村民 太狠了 沒人打掉一台 走死車 要來炸了一發啊 右邊有非常大量的一個劍勇 直接在注射了 哇 大量長的兵 直接倒地 哇 炸一發 看這裡有城門 這邊劍勇 沒辦法直接來硬砍 OK 但是城門怎麼感覺越來越危險了 越稀疏了 欸 怎麼踢地板應該提到自己的城牆 完蛋 這邊修道院還爆了出來 銀機已經斷了 沒有黃金了 這邊要一堆火槍 這邊要進去攻擊了嗎 看起來這波攻勢 割得要聊聊 哇 這邊直接擴散攻擊 撞掉一台巨頭啊 還是這個 巨頭打了 有點看不太出來 有點像是衝車打到了 好 看一下這邊進攻 巨頭 衝車沒有打到這一台 中了嗎 哎呀中了 巨頭也全倒了 有幾隻劍勇 衝了技能 開始砍村民 但是這裡火炮 數量還是有 這火炮沒倒 應該割得不會輕 砍出GG了 哎唷 打到了 來一波火炮直接開 再踢 哎呀 也順便把自己的城牆給踢掉了 呵呵 好城牆現在越來越 擔保了 但是頭車已經在你家門前了 巨頭直接熱血開拆 那這個火槍兵 哎唷這邊還在秀操作 想用V陣型喔 去躲這個火槍的傷害 繼續往前再往後 然後利用這個頭子之後 直接硬炸 但是城堡已經掉了 沒有城堡的防禦 要直接開砍了 我怕要來踢頭車 沒頭到 好 那大量的單位已經被頭子 特別解決掉 前面這台頭車還想要受操作 只要一進入這個射程 火炮有可能被砸到 砸到了 哎呀 剩下五台 有一台被砸到 那這個火槍兵 有點危險 呃呃 剛剛說完就死了 好 沒有黃金的哥德要怎麼繼續打這一場呢 萬一的家 萬一已經都被斯達夫佔領住了 全盡封鎖 這個金礦也沒挖完 很可惜喔 這裡還有一千多塊金耶 哇 哥德其實已經用最小的資料 去秀對方了 因為他一直是用操作 去秀對方 就是用經濟喔 去秀對方了 呃 等於是資本主義喔 對抗手術的戰爭 到底是資本主義比較厲害呢 還是個人操作比較厲害呢 就像是那種矛盾大隊主 那看起來資本主義還是比較厲害一點的 齁 欸呀 預判錯誤啊 這個妖神預判到了 這個火槍兵可能會損失產重 好 直接硬點 硬點之後再馬上補一個BK起來 好 大量藏上兵想要來硬大量的真火 那邊也沒投到幾發 唉唷 直接彈 臨死之前那一投 可以嗎 沒辦法 好 前線直接硬蓋這個BK 要來蓋頭車喔 這個想法也有點 那個 這個巨頭到底在打 各種亂丟 好 大量落馬可以充電 要來硬解火炮 但是有點困難喔 所以確實有點難打 好 頭車直接硬砸 哎呀砸到了 再砸一發 再來一台 哇 火炮被解光了 哇 火炮被解光了 好 哥德打出了繼續 哇 這一台投車很關鍵喔 好 來看一下經濟吧 經濟看起來也沒意外 已經死阿富全影了 那怎麼看都是阿 邊境村民術贏一倍阿 這個經濟分數也贏了一倍阿 很明顯阿 這個 哥德上 太專心在打這個操作了 並沒有辦法把這些經濟拉起來 所以最後被經濟瀏海 紅海給淹沒了 唉 好啦 那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我們就下次再見了 掰掰